我们念佛就由佛光驻照 我们自己没有感觉 鬼神有感觉 那些凶神的卧叉 看到佛光照你 他历你远远的 不敢伤害你 这个事情是真的 我们如果了解四世真相 你就会念佛不间断 念佛有这么多的好处 我们念佛 佛光照护 阿弥陀佛知道吗 不是不知道 我们不念佛就打妄想 阿弥陀佛也看到了 你还有这么多妄想 还有这么多残念 那如果我们能在这个经文上体会 佛光驻照没有间断 不分周夜 我们能放下净佛吗 自然佛好就相续了 而是对经文的时候不熟悉 忘掉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六道众生 跟阿弥陀佛联系 现在的术有点热线 我们每个人跟阿弥陀佛有热线的 你只要一心专念的 念念跟阿弥陀佛同心些 就临上了 养成习惯了 你就见到基督徒系 就见到阿弥陀佛 海鲜老和尚 给我们做榜样 他能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 他就是个生活简单的 万元放下了 我们今天讲 生活简单还不行 你还有房子 有房屋 你还有财产 这些东西 你不挂念 虽然没有念在口里 心上真有 这个东西就是障碍 让我们分心 让我们深贪念 让我们真正就关怀了 把佛号长长丢掉 海鲜老和尚 他表演给我们看 他往上 他的衣服就在房间的旁边 他把它叠得好好的放在那 他所有衣服就是那一堆 好像我们旅行一样 带个旅行箱子一样 全部财产就那么多 什么时候走都在走 他不是搬家 他没家 所以 世尊给我们做的好 榜样 出家人的财产 三亿一步 太简单了 不需要箱子 打个包袱 往身上背着就走了 你说他多自在 这叫真放下了 我们虽然将佛下放下 只是放下局部 还有一大半没放下 佛教给我们 他彻底放下 你这清净心 平等心才能限去 清净心 阿罗汉 没有任务了 我们这个放不下 就是任务 心里常常念着 常常放在心上 这就叫任务 真正求悟了 彻底放下 彻底放下 有 别去想他 别去理会他 这就放下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 李老师有一次讲解 我们有个同学 徐元敦 家里是火了 家的人来 报告他 他在听经 星期三 老师在讲解 徐元敦没有理会 还是在听经 好像没事一样 听完经之后再回去 李老师就把他这个例子 给我们提醒 像这样放下 就真放下 也知道是 听闻尖叫 比那个重要 房子上了 无所谓 哭 不能去 这是大死 人生难得 佛华难闻 给我们做出了 帮用 平常 根本就不放在行上 行上 只是放一句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放下了 真放下 他才管用啊 我们这一般人 家亲眷属 亲戚 最难放下的 财务 都很不容易 在明文里 不但不放下 念念在追求 这佛怎么会念得相应 怎么相应呢 彻底放下就相应 为什么 念佛要用真心 这是办大死 不是小死 超越六道轮回的事情 超越社法界 还有什么事 比这个更大的 这是大死 那大死就得认真 不能清满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